关于327反废死刑大游行 艺人白冰冰今天表示她很想去 我们请黄树文掌握更多的报道 是 主播艺人白冰冰第一次挑战跟舞剧逃利的角色 她自己非常开心 不过呢 说到27号反对废除死刑的大游行 她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来看看稍早画面 我好想去哦 不过那一天真的就是我们还正在当兵中 因为我们不能为任何事情去请假 所以我们还在我们的训练中心 正在训练 那天是要训练打几月 我有注意看到了 因为朱中庆老师难得来 不能让他空跑一趟 但是在这里我也邀请很多朋友们 我们很感谢那位朱学恒先生 也希望他加油 那很多朋友也一起去给他加油 社会需要不要颠倒是非 那其实不应该去研究 要不要那个废或不废的那个事件 应该是 不是教育我们要不要废 而是教育很多人不要做坏事 好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白冰冰为了人生第一次的歌舞剧 是卯足了全境 她说这是她人生事业的高峰 27号大游行 她也真的很想去参加 但是现在为了拼这个表演 自己也很像在当兵 每天都是辛苦的在排练 因此她鼓励大家有空可以去游行 然后4月再来看歌舞剧 白冰冰对于这个歌舞剧 她也是信心满满 她说现在也是为了这个歌舞剧 是要来拼买票 而不是来拼选票 希望大家也可以有空来参观她的歌舞剧 以上就是现场目前最新情况 把时间还给彭内直播